官方已經公布了魔族死源要救急熔練這回事喔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光暗原魔的昇華能力4有這樣的一個選項 消除角色所在隊伍欄直行的一組服屍5顆的話 自身CD會減1啊 這個你可以把它想成舊時代的羈絆啦 官方有說嘛 以前的卡不會再添加羈絆上去了 即便現在救急熔練應該也是一樣的 不過原來這邊早就超前部署了一個彌補的方案啦 現在的羈絆要減CD大概9成以上都是抓角色珠 然後不要手銷到 自身CD就會減1 那這個昇華式的原理是一樣的 同樣都可以一回合當兩回合再減CD 而且如果是用這種方式來減CD的話 角色還不會進到疲憊狀態 那我是希望這一個昇華能力 不要因為救急熔練之後就拔掉啦 雖然我覺得拔掉機率可能也很低 但是對像是MH嘛 你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會搞什麼鬼 救急熔練之後的光暗原魔 不管技衣還是技二我都覺得不錯 技衣的話除了可以無視黏服以外 也可以像巴比倫或希拉那樣子 天降大量的攻擊珠下來喔 無疑是一波大爆發啊 另一個技能的話是CD7可以發動敵人全體身中裂毒 這個是比較傾向功能的部分 如果是要論檢CD帶來的效益 我想就是這個刷新護盾了 所以啦我真心希望這個昇華能力4 不要因為救急熔練之後就變不見了 如此一來光暗原魔絕對可以在網上飛一個層次 好啦以上就大概簡單跟大家聊一下 舊時代的羈絆功能這個選項喔 大家對於這個昇華能力或者是光暗原魔 這兩個主動技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